鄉親啊 你在吃的肉桃是天然的 也就是人造的 有不少人根本就分不清楚 這個人造的肉桃 並沒有孤寧的身份 是用食物油來提供的 吃太多 強行的帶心臟病 跟帶到骨髓鴨 骨髓油到骨髓糖 要怎麼才能吃到太多人工油 來看我們的全體報道 不管是剛出爐 真香的香 或是讓人看得到 想要吃的鐵棒料理 吃的好吃麵 其實都有很多風險 不管是我們的麵包 我們的蛋糕 我們的餅乾 這種東西 因為它脂肪含量滿高的 所以說如果你每天長久吃的話 有可能將來你血液中 膽固醇溶度很高 酸酸甘油脂溶度很高 長期下來的確會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是不是人作的骨髓油 其實就是用濕物油 像這個藏理油 再加上豆腐油混合體驗出來 骨髓是因為人感香料 口感營養性分 當然跟天然差很多 你看人造哪有 如果說顏色比較黃的話 通常它都會有添加色素 像胡蘿蔔素 讓它顏色變得更黃 因為對消費者來講 這種顏色可能比較吸引 人作的骨髓油 不然在早餐店的小胖上面 情感口感 要有幾兩顆的鐵盤 也會抹一顆才會香 香香香的菠蘿 麵包也有塑油 這些都可能有人作的骨髓油 有人問說 為什麼我用天然的骨髓油 其實就是本質的考慮 天然奶油的話 可能一公斤大概就是 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 如果是人造奶油 它可能是一百塊左右 然後有時候長到一百二 一公斤 然後兩個相差的話 大概差四倍 我們家的麵包塞浦 直接用兩種骨髓油來做操作 跟那爛麵切 就可以感覺明顯不一樣 比較難畫 對 所以我要運用我的手 去把它大力的把它推開 兩種骨髓油的油點沒有差 天然的骨髓油差不多是二十九二八度 人造的超過三十六度 所以說天然的骨髓油比較快的油 如果是說吃骨髓油類的製品的時候 你如果覺得肉好像卡一圓油 可能就是人造的 傳到也加在一些判斷的 燒焦糖 做麵包是用麵粉製作 所以應該是麵粉香為主 而不是奶香為重 所以基本上如果奶香味過重麵包店 它就有可能是放人造奶油 同樣我們用兩種骨髓油 做這個餅和燒香 找民眾來吃怎麼吃得出來 吃起來都覺得很好吃 這個比較紮實 就是比較 對 就吃起來口感比較紮實 感覺不出來 有哪一個特別好吃 有哪個不好吃 都不覺得 都差不多 清水比較前面就是 人造的骨髓油做出來的 旁邊用到民眾 已經關係人造的骨髓油的氣味 因為包括食餐裡面的 酥皮湯或是冰激菇菇的餐飽 都會用到骨髓油 用到天然的骨髓油 兩大成分太大 都用人造的骨髓油 來增加它的香氣 一個成人是 一天你的總熱量 是兩千大卡的話 所以你的總的 反是總的那些脂肪含量 就飽脂肪酸 最好不要超過二十二公克 如果想要拍攝 吃太多的骨髓油 其實也可以自己做 其實天然奶油 透過這種外面上買得到的鮮奶油 也可以自製 只要放在寶特瓶裡面 像這樣持續搖晃五到十分鐘 也可以完成 一邊想起買鮮奶油 其實切齊的對出現 天然的骨髓油 可以用來賣 不過其實 不管是天然的骨髓油 還是人造的 同樣有包含 紫紅森 也不可以吃太多 照度拍片太大塊 去地道心中 開工的一面